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两个礼拜我已经到了临界点了 我是因为高永诚跟蔡从映监察委员的案子 让我无法忍受就他们的 他们的肆意妄为这件事情 可是呢今天是唐湘荣受不了了 他对于唐荣铁工厂的总经理 苏嘉全的外申 所以阿姑真是很重要 所以舅舅真的很重要 当了唐荣总经理之后 吃香喝辣这件事情 当时这一些事情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说没有发生 都是四件事情 都是正正有 渐渐都是有证据的 就包括了这个苏嘉全的外申 他的老婆包了什么东西 然后他的儿子包了什么案子 然后他的女儿包了什么案子 就全家一起吃香喝辣这件事情 经济部居然把它列为机密件 这些都只是其中的几个案例 我们等一下会隶属几个 我觉得其实大家没有注意到 但是其实问题很严重的一些贪腐事件 因为我我到我倒不是说到这个案子呢 才才真的受不了 就前面的这些案子 之前因为这些案子从从海外的观众朋友会觉得这案子我不熟 这些是是是台湾的台湾的案子 可是我一直强调就是说 如果如果你透过透过观点 透过呢 正经龙凤沛这个平台 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 除了关注就说呢 华人视角的全全球大势以外 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 就是台湾在整个华人世界的政治发展过程当中 他所发生的事情 在台湾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未来都有可能成比例的放大在华人的其他社群 包括在大陆上面 你不要认为你逃得掉 因为那个是人性 那个是政治的本质 所以今天在台湾所发生的制度上面的 或者是在政治的人性上面的这些的问题 他都有可能的在其他地方发生 你要建立一个比较整齐的标准 我们不要说普世价值 可是起码要有一个普中普华的价值 是我们一致性的看法 台湾的这些的事情 蔡英文因为拿到了817万票 整个的整个在野党已经崩溃了 我坦白讲国民党 国民党已经崩溃了 能不能再站起来我不知道 但是这无碍于我们对于台湾的政治的关心的 那个基本的原则还是要摆在那个地方 那现在这些的事情也不是当下才才这么糟 他是一个慢慢的累积的过程 权力越大的时候 你就发现那种荒腔走板藏污纳垢的情况就更严重 而且他们现在的荒腔走板了这过程当中已经完全无视于任何外界可能的舆论压力了 是因为他们觉得外面没有舆论压力 我们我们我们过去过去我们常常形容就是国民党就是一群悠残危机的人 嗯就是呢你你讲到好话的飘飘然的但是呢如果如果你骂他呢他他就能羞愧的无地自容 不知道怎么办 悠残危机是表示一个人的内在的良心还在运作的时候他会有的标准反应他会觉得这样子实在很很很不好 可是在民民进党的时候我用两句话来形容我们我们常讲说内就是外不外不就轻易内不就神明 轻易外面人对他的直指点点他他不在乎道理 对然后呢他心里面的也没有什么游游游怕鬼不怕神尤其我看到了大法官的吕太郎的被蔡英文叫到他的官邸过去陈水扁的官邸的都是找贵夫人的来瞧瞧事情 蔡英文的官邸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钱可是把一个大法官的叫的叫来罚罚战然后呢骂大法官给底下的这些民间的司改团体厅来扬刀立威告诉大家说司改就是我蔡英文主主导的你看大法官我叫他来就就来 吕太郎沉默了三天之后呢吕太郎的讲讲说呢我心里面没有鬼这就是我最害怕的所以我说呢外不残心意内不就神明他心里面没有神明也没有鬼 那你了吕太郎是把一个整个司法的官征几乎呢已经糟蹋到一塌糊涂的地步接下去你看到连监察院也一样所有的台湾制度当中的防防腐的机制的不过就就是就是三三个一个呢在制度上面来讲的司法当然是中的重要的第二个监察还有呢就就是呢你本身行政体系里面的阵风带单位制度的防腐就就是这三个可是你今天司法当你大法官 大法官这样做的时候你叫那些小法官怎么办大法官吕太郎他这整个的事情呢其实是由前大法官许玉秀把他给揭露出来的那许玉秀何许人言他是陈水扁在2003年的时候所提名的大法官陈水扁提名他是陈水扁提名的而且他最引人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只有应该只有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呢三十多岁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呢你记不记得马英九啊在他崛起的过程当中曾经在这个国民党最后执政的阶段的时候呢他有一度就请辞政务委员嗯回学校教书是的嗯然后呢他就表示说哎我跟你们这个李登辉政权啊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他很有名那句话不知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好嗯结果他回学校教书这件事情 他已经觉得他是在退了对不对那问题是那个时候政大该聘的教授都已经聘完了嗯已经要准备要开学了马英九没地方去马英九就直接回政大然后政大也为他开了后门坦白说那一次政大是为他开了后门是的然后就聘他担任教授当法务部长下来一个学校把他聘为教授嗯然后特别开后门这件事情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是ok没有错啦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有这样实物经验法务部长嘛而且他又是法学专业他又是国国际公法的专业 所以应该ok许玉秀就公开的批评这是政大走特权嗯他觉得这是不被允许的事情啊所以我现在讲的是说许玉秀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就你你你不要把许玉秀以为说呢他是蓝的嗯他他是国民党的背景他是马英九不是的对他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因为呢听到了一些就是因为他有他有过去这样的背景所以当天呢在场今年三月份 疫情大爆发大家都只关注疫情其他事情都被稀里呼噜带过的时候蔡英文在官邸里面呢接见了这些的私改的民间的私改的团体的负责人对好当然我一提到民间私改我我真的头头头皮就就发码台湾很多挂羊头卖狗肉的单位好这些的团体陆陆续续的都有跟许玉秀呢谈到这件事情嗯许玉秀说好几个人说说当天的吕太郎被叫到官邸下大雨 嗯叫他来嗯吕太郎来了来了之后蔡英文叫他报告嗯报告之后他们问的这问题怎么样这怎么样嗯据说蔡英文当天我们不要说什么叫做怒斥啦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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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太郎说没有吕赤有没有吕赤吕太郎也许比较迟钝他心里面既没有神也没有鬼他比较迟钝可是底下的人在告诉许玉秀的时候说当天基本上面呢就是在吕赤吕太郎不管有没有吕赤 当然现场很多人可能想说啊声音大声了一点啦那有的人讲说说确实口气比较重了一点啦不管是什么样子层级的形容词 关键点在于蔡英文当天就叫这个大法官来现场而大法官人就到现场嗯这个才是所有问题关键当中的关键嗯 就我把人叫来嗯然后接着我讲给你们大家看说哎这是我提名的大法官哦修理他给你们看我我我我不要讲修理好了就是我跟他讲道理当着你们的面把你们的道理讲给他听哎你看我对你们做的人至义尽了吧大法官变成他的工具嗯变成他展示权威的工具嗯但问题是大法官不就是要来监督总统的吗 大法官大法官能够弹劾总统能只剩下大法官没有错他他不只是弹劾弹劾总统的权力大法官呢最最最主要的职务在解释宪法嗯那宪法作为就是说呢最高的法律结果呢今天总统给把大法官叫来叫你来你就你就就要来下大雨都要来报告我管你报告什么报告内容气氛如何总统叫你来你就来这件事情这个大法官就要滚了 嗯就你把你把你把大法官在体制当中来讲的独特的地位给糟蹋了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呢总统一个八百一十七万票的总统是可以为所欲为而大法官乖乖就范好这个是呢法法官的部分监察院监察委员的部分来讲更离谱嗯我们在前几个礼拜有跟大家提过监察委员高永成跟这一个蔡崇义嗯他们当初在调查段一康 然后宣称的曲棍球案对段一康是民建党的前立委啦其实是年年轻一代就跟跟我年纪他比我小两岁的立法委员那讲话比较比较冲新潮流系好但是呃他怎么言之就是呢你不顺着我的意然后去判我的对手有罪的嗯那我就通通告诉你说我监察员在这边等着嗯要弹劾你嗯而他们也真的弹劾了弹劾这个检察官哦啊对 对弹劾这个检察官然后当司法院后来认定说根本没有任何违反职务其实司法官其实跟监察员有点杠伤嗯可在这整个事情当中监察委员所透露出来的录音带里头显现出来的是说哎啊你以为段一康委员不会来找我们吗嗯啊段一康委员来找我们啦嗯那你这样叫叫我怎么办呢所以我现在只好弹劾你啊嗯我弹劾你这个案子才能重审嗯直接干预司法案件顺我者仓我把你提名为大法官 你我者王我就来弹劾你嗯这些现在他们在司法院监察院所做的事情呃我们我们简单讲这两个监委在在干什么这个叫高永成的他是曾经呢头上呢带带带带带着呢司法官环的民间司改会的重要的成员那这个高永成当了当了监察委员他讲的那段话的意思就是我要用弹劾你嗯来让这个案子重新启动 去去救我的这个呢来跟我请托的这个好朋友叫段一康对我如果不弹劾你不弹劾你这个检察官这个案子呢就是就是我就管不到了他就在司法体系里面走了就结束了那段一康呢要我帮他讨的讨的不是公道段一康要我帮他讨的不公道我就没有办法呢就是让他能够能够找回他的不公道好那不只是这个这个叫高永成的另外这个叫蔡崇义的更妙了蔡崇义 蔡崇义呢被叫进来了之后呢直接呢告诉这个被被约巡的这个检察官叫陈龙祥以前我不认识陈龙我们完全不他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基层的检查官基层的小小检察官对好幸好呢他也把把这些呢谈话内容整理出来这个蔡崇义呢被叫进来之后蔡崇义直接跟他讲哎我坦白跟你讲啊我不知道这个案子我看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看卷宗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我我我我只是叫进来的啊要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意思就是说我是来 我是来护航的我是来施压的而这个这个签察官竟然也就这样子进来演演了演了一个套路戏之后就这样子呢在里面的就有了他的角色高永成跟蔡崇义如果这两个人换掉说如果没有这个案子你基本上看他们的胎头你都会觉得冠冕堂的堂皇的蔡英文不久之前呢才刚夸口过说你看我提的监委的名单比马英九时候漂亮多了吧他想要去为陈局擦脂抹粉我们之前讲过不是只有陈局的 没有问题而是你的监委的名单里面的问题非常非常多好我们刚讲三个呢台湾的关真的防腐机制第一个呢在在在司法第二个呢在监察第三个是你的内控机机制行政的内控机制刚讲完没有两天你今天看到这条新闻的之后你真是受不了了其实啊我觉得这里面呢是那个小人物鸡犬升天之后就立刻这个这个吃干妈 拉筋的嘴脸嗯因为这一位苏家权的外甥张仲杰他在唐荣铁公司唐荣公司呢以前叫做唐荣铁公厂对我习惯叫唐荣铁公厂是我们也都习惯叫唐荣铁公厂他在这家公司呢其实待了非常长的时间但是他因为学经历各方面都不好所以他其实三十几年下来都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员而已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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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员哈三十几年还没退休真的是不可思议 结果呢苏家权现在整个呢民进党这一次班师回朝了之后呢在苏家权的避孕之下他就三级跳五级跳嗯有人是形容叫十级跳嗯就跳成了唐荣铁公厂的总经理嗯本来他身为总经理其实已经让唐荣铁公厂里头的人不服了因为他各方面表现都不好嗯但我觉得最糟的是他那一个吃干妈进的嘴脸嗯他这里面呢让他太太去包 唐荣铁公厂的制服嗯让他的儿子去包唐荣铁公厂的旅游员工旅游然后再让他另外一个儿子然后去招标唐荣铁公厂的这一些其他的招标的案件嗯所以太太儿子通通在吃唐荣铁公厂嗯你知道小人一日升天了之后就突如其来的什么案子都能管了嗯这些事情经过立法委员监局之后今年二月嗯经济部 给了一个公文但这公文列为机密哦这公文呢叫做什么就说嗯形象不佳嗯好这个有碍观瞻嗯但是呢查无不法嗯就像结案了呀但是列为机密什么事情都不准谈因为他是机密嗯2025年之后你才能够解封他到底查了什么嗯列为列为机密的那个部长叫沈荣铁嗯沈荣铁呢刚容申行政院副院长对 你之前可能不太认识沈荣铁但是但是我要我要稍微说明我我其实不直接认识但那是因为我跑跑经济部新闻所以我一直注意经济部人人士嗯沈荣铁在这一次要要内阁改组的时候背后有一股非常明显的力量包括像是谢谢金河啊等等的这些的这些的大老级的名嘴们吹捧到真的是肉麻嗯觉得呢觉得简直是呢民进党 不是出的呢财的财经的人才领导人大概无容易之后呢就看他了这个人呢一定呢要要上来好沈荣铁呢果然的接了行政院副院长他在当行当当经济部长的时候呢把这个例案子列为列为机密我我老实讲就说跑新闻跑这么久我还没有看到过这么丑陋的事情被列为机密的嗯只有呢在美国政治上面川普为了避免人家调查把很多案子都把它列为机密说30年之内你们都都不可以看 哦所以他们真的是有异曲同工通俄门里面有有有有有些公文就就跟蔡英文的那个学历的这件事情没有错啊蔡英文的蔡英文的学历就就列为机密啊你们通通不不可以看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们我以我的年的年纪来讲我估计我有生有有生之年我没有机会呢去去去看到这一在这部的论文宝典就是因为因为一大概活活活不到这么久30年那沈荣金的做做这样的事情 唐荣铁工的这件事情如果说如果只是一个政府里面的一般的单位就算了但是第一个他是唐荣嗯唐荣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本身的财务报表跟他的公司治理必要透明化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这是基本的基本的商业秘密商业背信的问题换到今天当你知道这个总总经理本身 你认为他有没有不法我不是听你经经纪部的不是听你内部调查从我的角度来什么叫做不法这个根本就已经是犯罪嗯他把他把这么多的业务包包给太太太太他作为总包给他儿子员工旅游交给儿子的旅旅行社制服呢交给了太太的陈衣厂好吧他们家里面几乎就就就就就就这样包包商的高层一起出去旅游我请问你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官官真你告诉我说没有不 不法那那监察院要要谈和谁监察院要谈的贪官污吏上方保健如果正常情况看到了之后呢刀起头头的额头落这个人的早就该滚蛋了可是这个案子调查完了之后呢你内部的针锋单位你调查完了之后呢竟然可以呢用机密要到2025年才能够解封的方式去处理你知道看到看到就说呢这个叫做张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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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觉得你们想第一个就说苏家权这一家人嗯因为这一家人是很热闹的以前我我是最讨厌国民党是因为我看到李登辉后期的时候呢把把闸把门打开让地方正政治的冲中冲进中央体系里面整个中央体系里面的被地方政治里面的那种狗皮倒灶的黑金人脉给污染所以大量的地方型的政治人物跟跟这些地方型的这这这些的这些 企业就进到了中央里面进行操作现在的迷津脑一模一样嗯说说苏家权你看除了他自己从2011年的农舍案大家能开始认认识苏家权他的太太的兵兵兵士车的问题之前我就一直很好奇谁谁家的车子搞丢了12个小小时之内的讲出去的车就回来他们家办得到因为他是警政他他是内政部长警政署是他的一级的单位内政部长老婆的车被被偷了12个小时 12个小时之内就找回来你再看到呢上一次的选举的时候一定要让他的职儿叫做苏正清的苏正清一定要摆到不分区里面但是呢不分区名单的声多周少民进党抢的这么凶结果呢苏家权的老了老婆红恒猪就说我要参选大家都都都忘了吧红恒猪啊已经人已经不是很清楚红恒猪说我要参选乔到后来的时候呢苏家权都睡院啊苏家权虽然没有当上行政院长现在是 蔡英文的总统府办公室的秘书长他会说张仲杰只是他的他的外甥你要知道台湾的就是闽南文化有有一个角色是很特别是舅舅为什么最近我们常常谈舅舅舅闽南文化里面无辜辜辜辜有听过吗就是舅舅比爸爸还大所以当办婚事的时候呢就是呢当当这说呢就是职儿呢要要嫁娶的时候坐在祖祖座里面的除了父母亲之后 最大的位置是舅舅做的好我们重点不是只是讲这案子他其实是一个缩影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小人物所犯的案子经济部用机密来包庇可是还有很多其他的案子林锦昌然后呢还有这一个杨慧如卡神杨慧如其实你就会发现引力引力对这这些都是中生代包山包海少则呢几千万那像引力呢在高雄连得十九个案子就是每次上场打击都安打都是全力打 你看过这么这么高的打击率吗引力呢就是这次罢韩有功的他在城局内阁的时候扮演的角色就是只要有标案只要我引力的名字公司的名字出现的时候大家就自动退如果有人眼睛不够亮竟然还敢进来抢标的没有关系高雄市政府会叫你退对不过我觉得这些事情啊每一个案子你看起来都是一些小案子好狗屁唠召的小案小事情但是实际上面你把它给放大来看 你会发现说现在全台湾只要有利益的每一个角落背后都有政治人物那现在蔡英文政府呢你看到的是只是蔡英文他不是沉水扁而已但是呢蔡英文放任他所有的人不管风力发电啦像这种上市公司啦无乃人他家人啦苏家全的家人啦然后再到这边看到他的这些幕僚林景昌啦然后他的好朋友们一个一个吃香喝啦 而且吃干妈尽毫不保留也没有任何的忌讳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台湾现在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完全不在乎了你不要忘了就是上个礼拜他们把农田水利会的资产全部收归为国有嗯然后成立17个基金我想香荣跟我一样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这一些非盈利的基金都很好吃小金库啊 你要怎么挖你上下上下没有人会去盯盯他因为呢那个你连你连一线的部会都盯不完了你哪里会盯到下面的这些的小金库里面所以这个是现在台湾呢我觉得这个贪腐病啊已经是蔓延到每一个角落的这个癌症所以我们今天非要一开始的时候好好的谈一谈我们会盯下去我们绝对不会让这一个国家继续的变成癌细胞蔓延的一个地方我们会我们为什么要在乎 这件事是因为他已经他已经造成台湾社会对于就是说关真对于呢清廉这件事情好像都已经淡忘没错台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在追求一个清廉政治我们甚至于常常讲香港的廉政公署我们觉得呢台湾也应该要有个廉政公署希望的公务员的都能够是清白的可是你看到这几件事官真当然民民进党如果用现在的情况用米南语讲米南语讲 我们今天有句俗话吃挡吃鸡有毛吃到长水没有毛吃到青腿你听有没有那就是吃铜吃铁对然后有毛的吃到那个刷刷的那个刷刷刷的那个叫做长卤啊长长水呢是古时候的那种的农户穿的缩衣缩衣缩衣长长水是一根一根一根因为是稻草边的有毛吃到长水没有毛吃到青腿吃到衬补衬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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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衬 衬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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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我懷疑 懷疑自己的人生 懷疑就說馬英九的那個追求 追求親人是錯的 因為我們跟著馬英九什麼都沒有 不要說吃香喝辣 就是說有有功的沒有賞啊 打破就要賠 這個是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之所以到最後底下的人呢 都覺得 異性難散 我我我幫你馬英九拼死拼拼活的 結果最後呢 最後好像第一個什麼都沒有 那種什麼都沒有的感覺 除了很空虛 但是如果你覺得你你是被肯定的 那也好 結果沒有啊 你還是能被被否定被摧毀 而民進黨今天 只要稍微有一點點戰功的 外面的連卡神連引力這樣的咖 都可以的動不動都是幾千萬的吃 那只要能夠沾的到邊的 像像是張仲傑這種只不過是沾清代顧 沾到一點點的 輕一點的像是蘇振興這種的 這是這這種的 是當職兒的 遠一點的 當外生的 通通一樣通通吃香喝辣 更不要說更內圈的 關真遭到這樣的地步 你真的沒有意見嗎 台灣的政治真的還有救嗎 我們換個話 OK 來 臭啊 哈哈 哈哈哈 剛剛好嗎 但是屏梅 有意見嗎 好